奥运会走光的最尴尬瞬间 第一名花花冠军裙子开裂 替野飞剑 全身暴露在观众眼前 春光乍现却完成了比赛 动作之大幅度之暴露 称为历史之最 奥运会是世界体育界最高级别的赛事 各国选手们为了能够在奥运会上 获得好成绩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然而在这个比赛中 不仅有精彩的比赛 也有一些尴尬的瞬间 这些瞬间被称为奥运走光 成为了人们津津落到的话题 今天小然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奥运会历史上 失大走光的尴尬瞬间 第十 美国女族被朝鲜女族拔掉裤子 放眼世界足坛 进球后脱衣进驻的动作比比皆是 即使后来国际足联明文规定 脱衣动作会得黄牌警告 但很多球星在进球后还是难掩激斗 情迫至今的脱衣庆祝 而作为世界足坛重要一部分的女族 自然也未能独立事外 在1999年的女族世界杯决赛 美国女族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中国 为美国队打入最后一球的 左后卫 查斯汀兴奋男人 直接脱掉了自己的上衣 疯狂庆祝 查斯汀一脱成名 也开启了女族脱衣庆祝的先河 但那都是自己脱衣 下面这位是被人脱掉 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7月31日的足球赛小组赛中 美国队球员切尼在与朝鲜队球员轻强时 不慎被拉下短裤 当日在伦敦奥运会女子足球小组赛季组最后一轮比赛中 美国队以1比0战胜朝鲜队 但这一幕却被相机永久的记录了下来 第九 中国游泳选手朱萌慧泳衣崩开 2016年北京时间8月11日上午 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半决赛进行 17岁的中国选手朱萌慧以53秒98排在小组第五 总成绩第九五元决赛 在比赛开始之前 朱萌慧遭遇了一个小小的意外 她的泳衣崩开直接导致她走光了 赛前拉泳衣的时候突然就崩了 朱萌慧解释道 本来有时间换的 但是我看只有一点点 怕太急了所以就没有换 尽管碰到了这个小的插曲 但是朱萌慧表示 自己并没有太多的顾虑 比赛的时候不会去想这个 没有太大影响 朱萌慧说道 虽然只有17岁 但是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朱萌慧 并不显得紧张 她在半决赛中游出了54秒15的成绩 离自己的最好成绩非常接近 对这个成绩自己相对满意 第八 西班牙水球运动员水下漏点 水球是一项身体接触非常激烈的运动 拉扯勇翼的现象很常见 有时甚至会出现女运动员漏点走光的尴尬画面 实在是很慌很暴力 2016年旅游奥运会 在西班牙和美国队的比赛中 美国队轻松击败了西班牙队 他们下一个对手将是中国队 水球比赛中 球员拉拉扯扯的动作很多 当一名美国队球员和一名西班牙队球员纠缠了一段时间后 西班牙球员的泳衣被拉了开来 胸部走光 尴尬的是 当时水下摄像机将这一幕完全拍了下来 观看这场比赛直播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西班牙球员赶紧整理下衣服 事实上 水球比赛中多次有过这样的漏点事件发生 上季奥运会 美国队和西班牙队比赛中就有过 第七 中国用选手臀部裂开 2009年罗马市井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半决赛 中国选手庞佳颖起跳后 发现自己泳衣臀部突然裂开一条大口子 无奈走光 但中国队员庞佳颖依然坚持比赛 并且他泳衣爆裂游出的成绩 却比之前提高不少 第六 举重女将众目睽睽下小便失禁 12年伦敦奥运会就这样一位举重女将 由于过于投入比赛 众目睽睽下居然小便失禁 这样的尴尬 也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霾 这名女选手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用这样一种方式出名 那是一项停举比赛 看得出他情绪十分紧张 在尝试江杠林从举重台提至肩膀处之后 就已经显得有点厚勁不足了 但是出于对胜利的渴望和本能 他还是坚持尝试将杠铃往头上去 这个动作大概持续了五秒钟 整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大叫着为自己打气 但面部表情却是越来越痛苦 结果就在这短短几秒钟当中 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他双脚之间突然有淋漓的水滴滴落 运度短裤上出现了可疑的水印 地板也迅速出现一小片水字 并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就在观众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时 这位女选手选择了放弃比赛 他将杠铃丢在面前的地上 紧接着做了一个预盖米张的动作 那就是用运动学狠狠擦去地板上的水字 在这一连串动作之间 大家终于反应过来 原来他是在比赛过程当中 突然小便失劲了 如果没有最后那个湮灭罪症的动作 或许旁人还不会那么快发现 搞不好在他退场之后 会由下一个选手冲刀替死鬼 可是他的动作太明显了 而那摊水字本身面积又不小 自然而然 这桩尴尬式就这么赤裸裸的 曝光在众人面前 而且还被摄像机全程拍摄了下来 第五赛场遭遇尿失禁 被称黄金女郎勒佩奈克 出生于1987年 是一位天赋极高的运动员 在职场生涯中 曾获得过很多荣誉 在2003年 德国斯图加特世界杯 获高低杠第一名 2003年 法国巴黎世界杯获平衡目第三名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勒佩奈克更是大方光彩 一举获得高低杠金牌 也就是因为这枚金牌 勒佩奈克成为了法国历史上首位 赢得女子个人艺术体操奥运金牌的运动员 同时也被国人称之为体操女神 不过勒佩奈克并不是因此而被众人受知的 他的走红相较于生涯荣誉来说 简直是尴尬不已 那是在2005年 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38届 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上 不知是何原因 他突然遭遇尿失禁这一种事 当时勒佩奈克正在做后空翻 突然甩出了一串金银的液体 而摄影师恰好拍下了这张照片 随着被广泛传播成为网络点击率最高之一 这位冠军运动员也因此走红 被称为黄金女郎 不过塞翁失马 言之非福 原本不被人熟知的勒佩奈克 也正因这张照片 从此在体操界彻底人气爆碰 虽然略有些尴尬 但不可否认的是 即使面对这样的情况 罗佩奈克依旧在为国争光 第四 屁股当场爆裂 2010年 在瑞士圣莫里茨举办的雪橇市井赛上 苏格兰雪橇女名将吉林库克 在赛前做准备活动时 下蹲动作威猛 导致景深比赛服务在寒冷的空气中 不堪重负突然爆裂 这短暂而尴尬的一幕 被摄像头不偏不倚拍个正照 非常敬业的库克似乎并没有被赛前发生的尴尬小差距所干扰 他和伙伴尼古拉米尼基耶洛立刻投身到了比赛中 库克是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该项目的夺精热门人物 2009年他曾获得世锦赛冠军 第三蒙古柔道选手露出如透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女子柔道48公斤级比赛 22岁的蒙古女选手孟克巴特遭遇阿根提女选手巴雷托 两人转开紧张波动 结果在巴洛托试图抱住孟克巴特摔倒他的时候 手部伸进孟克巴特的比赛服扯开了他的运动胸衣 结果造成孟克巴特尴尬漏点 也许是这个小插曲使得孟克巴特心神不宁 最后发挥不佳败于巴雷托手下 只取得这项比赛的第七名 第二日本女将雷斯短裙走光 2022年伦敦奥运会日本女语参赛服 以林间艳阳英之跃动为主体形象 手撕采用林裙式设计 分为红色和海军蓝两色 修身的剪裁凸显出女性的柔美 但过短的裙子使运动员频频露出底裤 当女队有望夺牌的小良久美子和朝田林子充当模特身装 短的不能再短的超短裙金面登场时 一帮体育记者顿时变成了有些阴暗的余迹 闪光灯不停的闪烁 另算是见过大场面的两位女主角 补助低头四处查看 声骂滋生意外被记者们捕捉到走光镜头 但实际上走光镜头还是被捕捉到了不少 而在比赛中由于动作幅度很大 走光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 第一 花华冠军裙子开裂 体液飞剑 全身暴露 2018年平昌冬奥会比赛现场 2010年冬奥会冠军 加拿大名将王尔图·莫耶尔 以83.67分刷新了短舞蹈的世界纪录 名列第一 另一队夺冠热门 法国选手帕帕达吉斯·希泽隆 出现小失误 排名第二 比赛中帕帕达吉斯裙子突然开裂 不幸走光 而走光的部位很大 再加上花华运动员基本都是漏背的 这相当于帕帕达吉斯整个上身裸露在外 在这次令人惊诧的突发事件中 男主角的表现获得了广泛再叙 的确 自己为国家夺取奥运会金牌 是每一个运动员的终极梦想 但是这世界上有比金牌 比为国争光更重要的东西 原本这对法国选手凭借强劲的实力 是非常有希望摘冠的 他们曾经连续获得过2015和2016 两届世纪赛的冠军 在本场比赛中 因为帕帕达吉斯比赛中 衣服意外开裂 他的男伴希泽隆体现了很好的绅士风度 不断的帮助他调整衣服 避免他更多的走光 虽然没有拿下这个冠军 但金牌美女帕帕达吉斯 肯定会为有这样一个好搭档欣慰的 对于以上这些尴尬瞬间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